你知道中国平安背后最大的股东是谁吗 其实并不是马明哲 而是泰国的政大集团 从12年撤资724亿 买走了汇丰手中的股份成为最大股东 到去年平安集团应收1.17万亿元 政大集团的投资可以说是赚翻了 而平安集团这台赚钱机器呢 也是让人又爱又恨 爱呢 是因为平安集团可以让很多的股民睡不安闻觉 恨呢 只是疯狂吐槽 平安保险不能保平安 产品性价比低以及不断给人打骚扰电话等等 但其实这些槽点就像大家吐槽腾讯是一样的 虽然解算收布 但是大家玩起游戏来还是挺香的 而且平安集团能够用32年的时间 从零起步到成为一家大到不能倒闭的公司 也不得不让人佩服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平安集团是怎么一步步成就现在的金融帝国的 一起平安集团呢 那就不得不收他的创始人马明哲 马明哲这个人啊 有人说他是早年扫布 由他妈一手带大 也有人说他爸是在90年代那个时候才去世的 虽然城市取则 但没有第一个版本的财 而且小时候家庭条件还算不错 是个红二代 他爸是解放战争时期四爷的干部 随四爷征仗一路拿下 直到打下海南岛后呢 转到了广东省公安厅 又去过战江地区公安系统担任过领导职务 马明哲的外公呢 则是马来西亚华侨主席广东上头城海 走年宜居海外经商 在东南亚一带打拼数十年 而且在1938年的时候 马明哲的外公就一直帮着老家 建桥修路搬学校 经济实力还是有的 马明哲的妈妈呢 早年在南亚大学接受教育 后来在他爸的鼓励下回国残政军 马明哲他妈呢 是潮山地区典型的相扑教主型女性 再加上两夫妻都参阜军 所以马明哲身上啊 也继承了他们不服输的军人性格 和赶兵港法的企业家继承 马明哲出生于1955年 抗美援超乐时龙 18岁高中毕业 想象当中之心 后来被分飞到阳春市八家神殿站 之后呢 又被调到深圳的蛇口 也正是在这里呢 马明哲遇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大个男人 也就是蛇口之父 袁庚 是蛇口最后应该忘记的男人 袁庚缔造了中国经济特质的雏心 而且他还是招商银行 平安保险和终极集团的企业的创始人 有人认为马明哲能够跟袁庚扯上关系 是因为马明哲给袁庚当后司机 其实这是没有的事情 马明哲能够认识袁庚是在一部工业区的开会 当时社保公司经理不在 马明哲就带着他参加 在讨论中 因为马明哲总是提出不同的意见 袁庚就记住了他 后来因为蛇口的工人经常发生工商事故 马明哲建议 每人每月将一定数量的钱作为基金 为工商不离职人员提供保障 得到了袁庚的认可 马明哲就全学负责操持这项工作 这也是马明哲第一次接触浪漫考验 到了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副行长找到马明哲 告诉他工商保险属于商业保险 需要申请牌照才可以做 于是马明哲就跑去了香港建元庚 提议成立一家商业保险公司 还要了一封元庚清筹签名的信 又跑去了北京走审批要牌照 1988年3月 央行正式发文批准成立平安保险公司 由中国工商银行和招商局舍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平安保险正式挂派成立 年仅32岁的马明哲被破格任命为总经理 当时的平安只是一家很小的公司 员工很少 算上马明哲一共只有13个人 为了把产品卖出去 马明哲只好带着员工走街创巷陪联校 在大葫龙公行的支持下 13个人共同努力 平安保险成立的第一年就引售418万元 利润190万 两年后 平安又以财产保险作为突破口 5年内在全国20余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从香港到美国 从哈尔滨到乌鲁木齐 公交车上突然出现了中国平安标志 让乘客们纷纷打听这是一家神科公司 而平安向个人的寿险业务 也是由平安掀起的透 在1995年到1996年这两年 平安寿险入入无人之境 基增和营业数字一度引发了内部的业绩资 上海营销员暴增2000多人 北京分布两个月收回2亿的房费 5个月后 平安打下全北京51%的寿险市场 首都败命市场都被打了下来 到了96年 平安公司平均每个月涌入7000明星员工 在这群年轻人的帮助下 寿险保费一年后增至51 一直到1998年 平安成立第10年 寿险业务规模突破百亿大关 员工总数达到了12万 但是抗似繁荣的背后 平安集团却爆出亏了 虽然寿险业务还在分手 但是奈何的员工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你们懂了 在平安成立之初 因为国资控股 马明哲的权力有点被假扑的感觉 一些决定他做不了 甚至连人员的任免都不能顺从自己的心意 必须听从招商局的安排 为了实现管理权的掌控 马明哲就想到了一招 让员工集体持股 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做平安职工合股基金公司 后来在96年登名为了星陶石 而且听说因为豪石和英文把horse的发音相似 帮助取名字的这个员工 还被马明哲奖励了10万 不过呢 这个传闻听起来就是有点假 这家新公司成立之初 可以说是由马明哲个人控制的公司 而且占据了平安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 所以在94年平安公司董事长换届时 马明哲也有了更大的力气当成董事长 但是10%的占比还是难以控制局面 为了进一步掌握平安 马明哲就引入了江南实业 成为平安公司的大股东 曾经一度持有15%的股份 金额高达4.7亿以上 而这家公司属于马明哲他妈娘家亲戚 也就是这些股份的加入 才奠定了马明哲对平安公司的权费控制权 后来随着政策的变化 公行、招商局和中研集团 先后以转让和出售股权的信息 彻底退出了中国平安保险 到了2002年 汇丰入股平安 成为平安的最大股东 也是继摩根士丹利和高盛 获得第三家贪股平安的国际股份机构 平安的资本实力因此更加强大了 随着业务版图日一完整 上市也是迟到取成 平安决定在香港上市 还邀请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 所谓保险人 并在04年的6月登陆港股上市 融资143亿港元 成为当年香港最大宗的首次公开募股 此后平安一路高歌猛进 并在08年首次进入世界500强榜单 却也在同一年遭受了自创力以来最大的危机 1600亿融资风波 股市狂跌 让中国平安背负了吸血股市的罢名 天价薪酬还有富冻事件 在这一年都给平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幸好保险、银行、证券、信托等 各项主义业务保持了健康围定的发展 才让平安卡住了打击 风暴之后 平安建立了更加全面的风险环利区系 一个属于平安的新黄金时代 也随着来的 BAT的叫法是从2011年开始出现的 近年来由于华为的崛起和百度的下滑 有人说应该把BAT改成HAT 尽管平安无论从规模、利润等方面都超过了HAT 但平安还是被人们给吐司的 同时这也反映了 公众对于平安正在做什么并不是很了解 从平安旗下的科技业务在目前所创造出来的利润来看 的确和HAT相差深远 但如果从市值角度来看 那么平安已经是应该规模很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了 平安科技榜块目前有十一家公司 包括陆金锁在美国上市的汽车之家 很惊容易涨通和在香港上市的平安好医生 以及2018年初完成11.5亿美元的平安医保科技本期 按照平安的规划 在下一个十年科技方面完成的利润 要达到整个集团利润的一半 随着一个个独角兽逐渐步步于第七 平安挤身全国科技公司市值第一军团 也许就挺别奢望了